远征 您有什么意见 万岁 无论是主客情事 以我校长来看 远征图决 已经成为一桩水稻渠成之事 万岁 就痛下决心吧 万岁 好了 没事了 您可以下去吧 万岁 万岁一再强调 独立是他的结盟兄弟 对不对 所以 独立才把海澜 托付给万岁 留在长安待产 对不对 对 现在 海澜又生下了小独立 对不对 也对 我是说 如果 如果 我们挟持海澜母子 借以威胁万岁 阻止他对我同学用力 并会产生莫大的作用 皇上驾到 参见万岁 朕想要跟公主单独谈谈 你们两个先下去 遵旨 是 南岁 你认为 朕带你如何 很好 真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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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件事朕必须先告诉你 并且希望你能够了解 我害怕这一天的到来 这一天 毕竟还是来了 大唐 毕竟还是要攻打我同志 对不对 你已经知道了 因为 我非常害怕这一天的来到 所以 我密切注意 这一天究竟什么时候来到 但是 不管我有多害怕 有多恐惧 有多心不甘 情不愿 这一天 还是残酷无情的 呈现在我的眼前 朕明白 这件事将会为你带来很大的痛苦 朕也曾经尽可能的拖延 这件事爆发的时间 不论从什么角度来看 存在于大唐与图厥间的问题 已经到了不是战争 就能解决的关键时刻了 那夜 身为一国之君 朕有责任 也有使命 更有义务去肩负起这个担子 不要再说了 朕只能 我请你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了 那夜 此时此刻 我只想一个人 好好地静一下 静一下 可以了 好 好 可为唱五道行军总管 共集结军队十余万人 各将领均受礼径指挥 准备分道向图厥发动全面攻击 公主 你们知道了 不知道 那有没看到阿金副教呢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奇怪 好 不准出声 怎么 那也跟阿京失踪了 是啊 急死人了 什么地方都找骗了 可是一点踪影都没有 皇上 现在怎么办 让朕想想 起座皇上 大事不好 又怎么了 什么事又不好了 海岚公主跟小徒利 被人劫走了皇上 确实被人劫走了 起座皇上 确实是这样的 好 统领各处公文 发现纳宴海岚公主行踪 立刻通保证不得有误 臣遵旨 去 都已经过了一个时辰了 怎么还没有消息 纳燕媒的失踪 与海岚母子的离气费结 发生的时辰太近了 万岁 你想想看 这两者之间 会不会有什么关联 你是说 万岁已经决定 辉军北伐图绝 按照纳燕媒的性格来看 会不会 会不会做出 挟持海岚母子的傻事来 既你这么一提醒 不是不可能 但是这么一来 朕怎么向徒利交代呢 还有如果海岚母子 真的被纳燕公主挟持了 那纳燕的目的有何在呢 如果臣妾没有猜错的话 纳燕媒 想必是想 借此终止 万岁挥军北伐突厥的行动 纳燕真的会这么做 许多皇上 怎么样 据新安门守将说 一个时辰之前 纳燕公主跟阿京 携同海岚公主母子出宫了 这么说 纳燕媒 现在还在京城之内 臣妾设法去找她吗 不不不 京城之大 要找谈何容易 况且此事不宜声张 以免事态更加严重 那怎么办呢 一切的一切 只有看纳燕怎么做 现在有两封信 要你写 一封写给涂利 一封写给皇上 叫涂利立即终止 对我父王的敌对行动 另外一封叫皇上 立即终止 对我屠爵的攻击 你写不写 你写不写 我 你到底写不写 我 写 我不能写 我实在不能写 你 非写不可 写 你应该想想 同类之所以 会对杰利采取敌对行动 并不完全因为 他的父亲被杰利毒害了 在图厥 天灾人祸 百姓早已活不下去了 许多部落 也早已归附大唐天下 你也应该想想 皇上之所以对图厥 你会发动全面的攻击 是银行啦 不要说了 不要说了 你 到底写不写 写 我让你写 我不能写 你真的不写 我决不写 好 那我就掐死你 掐死你 好 你不怕死 我去掐死他 不 不 你不能 你绝对不能 你绝对不能 我为什么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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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失去了我的孩子 我失去了我的孩子 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什么都没有了 你知道吗 现在 我要让你尝一尝 失去孩子的滋味 到底是怎么样的 不 不 我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孩子是无辜的 你不要杀他 你不要杀他 好 那你就给我写 我不能写 我不能写 你 是你逼我杀他的 我求求你 如果你一定要杀他 你要报复 你杀我好了 我会无冤无悔 你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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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纳宴跟海兰公主母子的事情 没有尘埃落定之前 朕又如何能够歇息呢 死了 鬼 鬼 公主 不要烦我 公主 我求你不要烦我 听到了没有 你不要烦我 快 别哭 快 不哭 不哭 你哭不哭 别吵了 哭 你还哭什么 不要哭了 不要哭了 白苏格 吉儿 我知道你的心意 你处处顺着纳燕 是因为皇上疼纳燕 皇后姐姐 那倒不禁人 那燕妹妈 确实是交纵了点 可是她在战场上的拼斗精神 确实是让人佩服 不得不叫人疼她 我也疼她呀 但是在私底下 我虽然身为皇后 可是在某些地方 我还是一样让着她 顺着她 但她一旦为皇上惹麻烦 让皇上伤神 那就不该了 你说是不是 吉儿 你坐啊 谢皇后姐姐 吉儿 你知道吗 皇上已经两天两夜 不吃不睡了 皇后一心一意 为皇上着想 吉儿已经能够 完全体会到 那燕妹的行为 确实是鲁莽了一点 不过 她置身处在这种痛苦的 夹缝之中 我早已已经跟皇上说过了 如果那燕的行为 让皇上伤神 我们就不能再顺着她 应该要阻止她 甚至于责备她 皇后姐姐 现在说这种话 好像晚了一点吧 不晚 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等于这次世界 能够化解就好了 皇上驾到 参见皇上 怎么了 你们好像发生争取了 是在讨论那燕的事情 这件事 朕不怪她 皇上疼爱子民 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但如果子民恃宠而骄 任性妄为 那就不对了 怎么 你在责备那燕 就这件事情而言 那燕是应该受到责备的 你平时不也很疼爱那燕吗 我是很疼她 那是因为皇上宁疼她 所以我才疼她 如今朕无责备她的意思 而你却责备她 是因为她的行为 使皇上宁伤神呢 朕并不觉得伤神 皇上两天两夜不吃不睡 还不够伤神吗 啊 如今朕无责备她的意思 而你却责备她 是因为她的行为 使皇上宁伤神呢 朕并不觉得伤神 皇上两天两夜不吃不睡 还不够伤神吗 这 我以前关心皇上 是关心自己的丈夫 而现在关心皇上 是为了大唐万千的子民 关心一国之君呢 好 皇上 你应该体谅皇后的 一番苦心呢 朕何尝不明白呢 那燕的性子 是刚烈了一些 朕也 以后你们两个 可以找机会说说她 朕只希望海岚公主母子二人 平安归来将危机化解 皇上 你应该尽点饮食 也稍微休息一下了 好好 多年来皇后一直担心朕 背景 吃的不够睡的不饱 不够 为了不让你跟着伤神 朕绝尽大吃一顿 然后再痛痛快快睡个觉 这样可以吗 嗯 真的 你有身孕了 所以 OK 可以好好地谢谢你啊 谢我 姐姐 你知道 当我知道我怀孕的时候 我有多快乐吗 以前 我没有怀孩子之前 我不知道女人 为什么要生孩子 现在 我才真的知道 一个女人 在生了孩子之后 才能成为真正的女人 因为有了孩子 生命才可以延续 生命才更有意义 朕特地前来 恭贺你啊 皇上 此时此刻 臣妾觉得自己 是世界上最幸福 也是最快乐的女人 是吗 怎不是 身旁有你陪伴着我 又怀了你的孩子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如果 如果什么 如果 再加上 父王能够 康健平安 大唐与屠爵 能够和平共处 那么 这一切的一切 不就更美满了吗 我可以抱一下吗 你不会 我只想抱一下 只是想抱一下 如果 如果 我的孩子还在的话 应该跟小图里一样大了 你准备 抱我母子怎么办 独立带你好吗 很好 那就好 公主 公主 都准备好了吗 回公主 一切都准备好了 皇后 您一向严刑微寻 想不到 竟然也会 我的性子 本来也很倔强 自从嫁给了皇上以后 为了不使皇上伤神 我压抑自己的本性 如果有任何人 在任何情况下 伤害到皇上 我绝对不会答应的 像这次纳严的事情 真是不可原谅 皇上这两天睡的 还好吗 这么多年来 从来没有见他 睡得这么安稳过 自靖阳起义以来 他为军国大事操劳 哪曾好好的睡过 国家需要他 万千的子民需要他 你以后 也要多操心呢 臣妾 时刻会将这话 记在心头的 参见皇后 娘娘 免礼 可有海岚公主母子的消息 海岚公主跟小徒弟 已经来了 真的 在哪里 在外后宣 皇后 赶快去禀报皇上 不 让她再睡一会儿好了 朕已经睡够了 参见皇上 快将海岚公主请进宫内 快去讨旨 遵旨 太好了 危机化解了一半了 海岚公主名字安然无恙 整个世界就算是化解了 吉儿 皇上的意思是说 纳燕还为她留下了一道难题 朕的心思都被她砍穿了 皇上驾到 海岚参见皇上 平行 你怎么回来的 是纳燕公主放我们回来的 那她人呢 她走了 走了 这是纳燕公主 叫我交给你的一封信 好 谢谢 我既然失去了孩子 怎么能够再去危害一个无辜的孩子跟她的母亲 所以我还是让他们回去了 至于我自己 我决定回家去了 不管怎么说 狐决是我的婆 更是我的家 此时此刻 父王一定阴切地盼望我能回去 遗憾的是 自现在起 我别无选择 必须跟你站在敌对的立场 我不怪你 真的不怪 小胆的 我只会记得你对我的好 而且是今生今世 永永远远记得 不多说了 祝福你 一辈子都祝福你 马燕 真万四年一月 并相报行军总管理计 率领骁勇经济三千人 自盲艺注入人脸 并袭击不消 图厥脱不及防 大败 可汉 要不是大唐出动全部的军队 就凭李靖一直孤军 怎敢长驱直入进到这里 你们说 该怎么办 说 可汉 该怎么办 可汉 说 说 可汉 可汉 请可汉务必要冷静才是 首先 我们必须针对敌情有所全盘的了解 倘若只是一支李靖的孤军 又何足以为呢 凭可汉会下的数十万大军 便能够反败为胜扭转乾坤 可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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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比可汉 距离预长东方约十五里处 已发现大批敌军集结 大有乘夜进行预战模样 可汉 比可汉 为数不详的敌军出现的预仗南方约十二里处 可汉 立刻项链全面撤退 把预仗牵到气口 我们到铁山去 快 是 快 难道 我们投掘的气数 从此 就尽了吗 同一时后 通过到行军总管李士基从营中出发 在白道与陀绝大军会场 大破陀绝军 李靖与李士基两支大军也因此可以会失 大破陀绝大军 兄弟 兄弟 你醒醒啊 你醒醒啊 我们图局怎么败得这么惨呢 现在不是感叹的时候 赶快找到父王要紧 是 我们图局怎么败得这么惨呢 现在不是感叹的时候 赶快找到父王要紧 是 兄弟 乘着点 可爱去哪里了 听说可爱把玉章将到气过去 他本人去了铁山 兄弟 你乘着点吗 兄弟 你乘着点吗 快去铁山 快去铁山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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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着竭力 石金兄 你以为如何 金兄用病如神 突厥业以闻生丧胆 一切就听你的了 将军 将军 是 禀将军 突厥康苏命将军来详 快请 是 有请将军 末将参见李大将军 免礼 这两位是 这位是隋阳帝杨广身边的萧皇后 这位是杨广的孙儿 杨正道 他们流落突厥已经多年了 这次我特地带他们前来归顺将军 小皇后这多年来受苦了 多谢李大将军关心 也恍十几年过去了 这一切的一切 就像在梦中一样 小皇后马上就可以重回祖国的怀抱 世纪兄 我想马上派人送他们回长安 你以为如何 应该的 多谢将军 多谢李大将军 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可汉 这酒就要愁愁愁更愁 一定要振作起来 振作 那本王如何振作起来 退去到这铁山 会向所有的主力 被李靖跟李世纪所歼灭 你不要再说丧气的话 不管怎么说 光是在这铁山 光是在这铁山 就有咱们突厥大军数十万之众 为什么你就不能振作起来 循徒大器呢 说得比唱得还好听 你可知道 剩下来的数十万之众 全都是一些士气低落 不能打着老弱残兵 可汉 你不能再喝了 放开我 我就是不放开 放开我 可汉 你杀吧 你杀吧 你杀呀 你杀呀 你不是杀李世纪 李世纪 就偏要来杀我 你 我看错了人了 我原以为 你能帮我报灭碎的大仇 却原来 你是这样的懦弱 是这样的 不堪一击 你 我真是看错了人了 依晨公主 公主回来了 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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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儿 娜宜 丫丫公主回来了 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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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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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敢回来的 拿爷 你不敢在这个时候回来 不 父王 女儿回来的真是时候 真是回来的时候 好 说得好 父王欢迎你回来 拿爷 跟父王喝一杯 不 父王 现在不是喝酒的时候 什么 连你也不中我喝 サrän 杀 杀 得不 阿姨 把 伸 你還不想接近 過世 pipe 早上大堂稱臣 也不錯 父王 要本王向大唐归顺称臣 我心不甘 情也不愿 大丈夫能屈能伸 这只是战时的过渡时期 何况当年 李渊为了免除后顾之忧 为了全力侵略关中 不也是跟我们称过臣吗 那也说得很对 战时向大唐归顺称臣 只是个权宜之计 我们大可利用这段缓冲的时间 整军休武渡过寒冬 等到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 再毁约备盟重启战端 收复失地 进而南下中原 倒也为时不晚 是啊 父王 请你别再迟疑了 尽快派遣一名客室 前往长安 从上这件事情吧 否则夜长梦多 尤其是那李靖 精通兵法 身负谋略 一旦他汇军熙来 到时候就棘手了 一旦他汇军熙来 到时候就棘手了 可汗 父王 好了 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 但王子会斟酌考虑 那也 你一路上长途跋涉 就早点休息吧 阿静 你刚说得很对 我们就照你的话去做 那夜啊 你们在谈些什么 我正针对今后军力的重新部署 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构想 可真是辛苦你了 可汗已经答应了你所提出的缓兵之计 并且派遣直纤司令火速地前往长安 去觐见李世民 那真是太好了 这可都是你的功劳 一城公主 您太过奖了 我 想跟你单独谈谈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过去 我一直对你怀有许多的成见 对你也确实不够好 我总以为你太袒护李世民了 为了个人的感情 竟不够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而现在我知道是我错了 我应该 应该郑重地向你致歉 还请你多加原谅 快别这么说 不 你让我说完 就是因为你 是可汗 在饱受了打击之后 又获得了重新站起来的勇气和力量 使我在心灰意冷之余 看到了希望 也正是因为你是我们退却在铁山的军民 又重新被鼓舞 被激励起来了 快别这么说 我只不过在做我应该做的事 好 那就让我们一起为了可汗 又为我们图卷 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你说好吧 一定 公警 你是说 那眼公主已经抵达铁山 和竭力会合了 回将军 据我军潜伏在敌后的情报指出 那眼公主不但跟竭力会合了 而且可汗已经派遣直线私立 全速赶往京城 决定向我朝投降归顺了 不好啊 将军 不好 有什么不好 那眼跟竭力会合 与我军军事行动不好 他们派遣特使 到长安求和 那就更不好了 世纪 你以为呢 的确不好啊 前朝顾杨广气消逝 携同孙杨正道 觐见万岁 民父萧氏率同杨正道 叩见万岁 萧皇后 请起来吧 谢万岁 臣中书摄人杨文贯 启禀皇上 什么事啊 禀皇上 臣据归降的屠绝人说 过去我朝 曾有人暗中 给萧皇后写信 臣请求万岁 予以审讯 加以明察 过去天下还没有安定 屠绝又正强盛 人民愚昧无知 或许会有这种事 而今全国统一 过去犯的错误 又何必追问呢 退下 是 如会 臣在 萧皇后漂泊一族十余载 秦堪可怜 我朝一定要给她妥善照顾 让她得以安享晚年 这件事就交给你来做了 臣遵旨 好 谢万岁恩典 请 屠绝特使执仙私立 敬见万岁 臣执仙私立叩见皇上 请请 谢皇上 奇怪 事别三日 执仙私立 怎么对朕如此谦卑恭敬呢 皇上 过去种种 请陛下宽恕原谅 竟例可汗特命卑职前来禀告 可汗非但承诺 全国归赴大唐 他本人也愿意入朝叩拜 可有什么附带条件呢 回皇上 无任何条件 好 唐姐 臣在 你既然身为红卢卿 掌理繁蜀事务 你就立刻前往屠绝 针对彼等归附来详 有关细节 与竭力详家演绎 臣遵旨 先退下 这仙私立 那燕公主 是不是平安回到屠绝了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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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在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总算可以卸下来了 皇上他怎么了 万岁 那雁安安然无恙 万岁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啊 怎么却心事重重呢 朕当然至为欣慰了 但是朕想到 万岁想到了什么 朕想到跟纳岩一起经历了不少的战役 深知他的能耐 不论勇气谋略 他都非常地不同观想 朕在想 图绝这次归附来翔 是竭力的意思还是纳岩的坚持 如果纳岩跟我们敌对 那么他会是一个很可怕 也很可敬的敌人 不管怎么样 李静李世姬两位大将军在牵制 万岁你不必顾虑这么多 知道了 知道了 稷儿说得对 你必顾要变心我了 即使婚姻有什么变化 两位李大将军 必定会为万岁解忧的 对 对 对